如果给你个机会让你加入德云社 你会选择加入哪支演出队伍呢 是有高峰攀攀坐镇的德云一队 还是有表面冷酷内心活着的东哥带领的德云二队 世尔哥觉得肯定有不少人都会选择加入 由德云舞王做队长的德云七队吧 毕竟里面有世尔哥最爱的酒粮 还有德云社团宠秦潇贤 好了不幻想了 本期视频世尔哥就带你们了解一下 人人都想加入的德云七队 孟赫堂周九良 自认为最爱九良的世尔哥 却始终比不上孟哥对九良的爱 从最开始的一眼相中 到两人陪伴走过岌岌无名 九良在相声道路上的每一步 都有孟赫堂的参与 而作为粉丝的世尔哥 始终都是旁观者 两人舞台稳健彼此成就 在孟赫堂遭受外界质疑的时候 九良在舞台上说出力挺孟哥的话语 虽说自己在舞台上时常绝孟赫堂 但九良就是看不得别人说自己的孟哥 除了维护彼此之外 孟赫堂和周九良的默契程度 在德云社也是数一数二 一味弹吉他 一味弹三弦 一首唯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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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 兄弟们都可他们的CP 秦潇贤和九华 作为德云社的团宠 秦潇贤在齐队也是大家宠爱的那一个 毕竟在德云社众多弟子中 秦潇贤实力或许不是最好的 但老秦的名气绝对能排进前三 舞台风格自带傻气的老秦 唱一首队一歌都能把自己唱害羞 虽说把自己的煤气罐罐搞丢了 但好在又找到了九华 可是和孙九祥搭档多年的老秦 猛然间换搭档 就算和九华私下关系十分亲密 但舞台上的磨合显然不够 最新的团宠节目中 师父郭德纲都亲自指出 秦潇贤和何九华的问题 说像要懂得尴尬 你不懂得尴尬 你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尴尬 看来两人在相声舞台上 要想回到换搭档之前的成熟度 可是要多下一番功夫了 虽说现在的搭档都挺好 但是哥还是希望能回到 最出奇对的样子 大家能毫无顾忌的同台唱歌 上九席国小汉 一位是何九华的钱捧根 一位是孙九芳的钱豆根 半路合作的上九席和郭小汉 在德云七队的拆队风波中 也是颇受争议 好在上九席和郭小汉的默契 还算可以 再加上九席思维活跃 保护秘籍 郭小汉的豆根也十分适宜 然而的合作 也让更多人慢慢接受 孙九芳马骁荣 大哥万水千山总是情 了解方方行不行 在德云七队里 世儿哥除了九粮之外 最喜欢的一名相声演员 就是孙九芳 上优酷 了不起 易阳千玺会娶你 上优酷 看孟贺堂 看完领走 周九粮 上优酷 听孙九芳 渣男不会把你伤 作为队长孟贺堂的铁杆粉丝 孙九芳不止一次的 在舞台上说过 在德云七队的演出中 第一角只有一个 那就是孟贺堂 就算自己作为最后一个演出 孙九芳也会给大家 特别强调一下 自己只是替队长看家的 对自己有着清晰的定位 在相声事业里 也有自己的目标 孙九芳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 在去年的风香演出中 孙九芳自写的节目 方言方语 被观众认可 虽说这是孙九芳和新搭档 马肖荣 第一次在风香舞台上表演 但事儿哥觉得 两人之间的默契程度 丝毫不差 这场演出之后没多久 在队长孟和唐的鼓励下 孙九芳 马肖荣 被张九龄 力邀进了德云酒队 虽说换了队长 换了环境 但事儿哥知道 无论在哪里 孙九芳 马肖荣 都会越来越好 刘晓婷 张九泰 作为月云鹏的大弟子 别看刘晓婷 辈分最低 但在等于社 哪一位不喊他一声二哥 和自己的实书搭档 刘晓婷也是毫不客气 毕竟 能凭一己之力 团灭整个棋队 谁敢质疑二哥的实力 在相声舞台上 刘晓婷自带喜感 张九泰 泰然自若 两人的风格差异 倒成了两人搭档的亮点 早前二哥在小剧场 因为唱求佛破音 反倒因祸得福 被更多人知道 不过旁边 听着搭档破音 还毫不蓝的张九泰 也是这个名场面里面的景点 孙九香 作为秦宵贤的前搭档 孙九香在等于社的名气也不小 不过因为自己和老秦的事业目标不一致 还有养家的孙九香 只能无奈的和秦宵贤拆对 不过两人景点的段子 始终都留在世哥的记忆中 在世哥看来 两人并不是分开 而是各自在象征这条路上努力 然后在顶峰相见 不过在德云社成立酒队之后 孙九香就被调到了酒队 如今的齐队再也没了煤气罐罐 德云齐队除了以上11位角外 还有6位角世哥没有介绍到 希望大家能夺去看七队的现场 这样你们就能和世哥一样 发掘更多的宝藏角们 好了关注世哥 带您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故事